台中知名的高饼店传出蛋黄酥内有蟑螂 那实案处非常重视 今天早上立刻派人前往鸡查 实案处表示了鸡查高饼店作业的场所 结果发现是都符合规定的 作业环境区也没有发现病霉或者是行踪 那也抽查了蛋黄酥 看看有没有异物或者是虫体 而针对民众在蛋黄酥内发现有异物的事件 店家强调了蛋黄酥的内线 要包入蟑螂的几率为零 那对于后续也将会全权委托律师进入司法程序